那覺得很開心 因為其實高中時候就有在玩樂團 然後一直很喜歡搖滾音樂 那這張首張的個人專輯算是 完全自己最喜歡的曲風 然後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尤其是在今天我的生日 我覺得很棒的意義 昨天新美姐是在微博上說 她會做神秘的嘉賓 然後送神秘的禮物這樣子 但其實因為我們常常在微博上互動 然後也會覺得說 欸 是真的嗎 因為新美姐也很忙 但今天她真的來了 而且還抱了我蠻多的料的 那我也覺得很開心 然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 平常私底下的我這樣子 那看到她真的很感動 因為她就像我的第二個媽媽一樣 我沒有冒冷汗啊 就是狂流汗 現在臉色還好剛剛有擦掉 但是現在背上整個都是濕透 還好我穿外套 不然大家看到可能是透明的 倒是睡的意思其實 就是因為我在拍片片場嘛 然後因為我們一起拍戲 然後可能就是有時候很累 因為我們那時候拍的是 然後也是八蛋 然後就是試機作業啊 然後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其實不只我這樣睡 有些更厲害的演員就是 機器沒有take到她的那一台燈沒亮的時候 瞬間閉眼睛 然後算那個秒數差不多 因為我們前面都會彩排嘛 然後就馬上那一台燈要亮之前 哇 我就看到她醒來 然後馬上在演戲 那覺得這也是一種補眠的方式啦 那當然就是 呃... 其實不要影響到大家為前提 那就盡情的睡吧 補充自己的好體力 最近因為在 就是在忙著自己的專輯 那當然剛剛我在 現唱的那首歌就是 《我應該去愛你》 也是我們這部戲的片尾曲 什麼時候會上呢 其實有 呃... 問了一下製作人辛茹那樣子 他就說 因為現在就是 你知道內地的朋友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審核的部分 那當然我也還不知道 所以可能到時候會有 新聞會告訴大家吧 這首歌的MV 應該是有讓我回味到中學時代 因為高中時候 其實玩樂團的時候 是走視覺系路線 那當然那個煙燻中並沒有 我高中時候畫的 喔...應該說畫得更濃 那那個時候是 蠻surprise的 因為覺得 自己好像還蠻適合走那個路線的 就扮起來還蠻帥的 覺得呢 其實自己蠻滿意的 那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可以放我自己 創作的歌曲在那個 就是我看那個歌曲排序 第一首歌就是我的Fill Me這樣子 那也是很搖滾的音樂 那可以看出就是 啊...我... 當然歌詞也是我寫的 所以想述說我的一些心情 那主要是 希望鼓勵大家就是 大家有愛呢 就勇敢的去追吧 的一首歌曲 那...也很謝謝就是 吳尊阿亞倫阿Kelvin 他們都有送花給我 那甚至是很多海外的朋友 心如 然後就是有看到很多的朋友的祝福 覺得很感動 我每次到記者會現場 第一件事就是會把大家的花牌 跟花籃拍下來 然後最好笑的是我還請我 助理幫我確認 我說欸... 是不是有哪些人送這樣 所以沒送會不會記恨 沒有什麼好記不記恨的啦 這種東西就是 因為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因為大家演藝圈的朋友都很忙 對啊 福利喔 那其實我的專輯裡面 都有拍攝很棒的兩組寫真照片 裡面就有不錯的福利啦 大家可以去看看囉 好 謝謝 謝謝